在这个视频我将会讲解 荆棘的巨人第四季第十一集的细节 艾伦的支持者面对惩罚 还有马来他们打算怎样复仇 加比和法尔克他们逃狱的怎么办 还有地名即将展示了吗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如果你是喜欢荆棘的巨人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你会收到关于更多巨人的影片 第十一集的标题叫做伪装者 这标题可能是说几个欺骗马来 或者是伊莲娜欺骗宪兵团 因为他私下也和艾伦秘密会面 第十一集的一开始画面 加比他假装要天线霸作 迎来看守他们的士兵 然后咒打了他 他是拿附近松洛的装开 来攻击这位可怜的士兵 那位士兵已经倒地了 但加比还不放过他 至少敲到有无效 其实第二集的时候 那个士兵已经倒地不起了 加比的目的就是要杀死他 他是个非常偏执的人有仇必报 画面来到马来那边 莱娜他在梦中听到 加比和巴尔克的声音就醒来了 波尔克拿起红酒要给莱娜喝 但莱娜没有理会他 他想知道那两个小孩在哪了 吉克叛逃到帕拉底岛 莱娜目前已经成为战士们的队长 代替了吉克 在艾伦还没有袭击之前 他的职位是副队长 现在吉克不在 他就自动升职 莱娜他从一开始是坠落的候选人 他当时是没有资格成为战士的 后来跌跌撞撞的现在成为队长了 还有一件事 波尔克拿起的红酒 这个红酒出现了三次 在金举的巨人世界中 应该是最好喝的红酒 回到剧情 加比和巴尔克逃到天亮 才停下来休息一下 加比他坚持带着马来避障 这也太显眼了 一眼会被军人认出 他们是马来的阿耶迪亚人 加比认为 如果没有这个避障 就会变得和岛上一样的恶魔 他认为自己是善良的阿耶迪亚人 他们从小就被灌输这个概念 每当在吃饭的时候 莱娜的母亲几乎都会说这件事 岛上的人都是恶魔 只要有这个避障 就能证明他是善良的阿耶迪亚人 法尔克觉得 在这个地方带着太显眼了 与之强行拆下来 但却找到假屁发疯的反击 在他们争论的期间 卡亚发现到他们 这个女孩是撒下在四年前拯救的女孩 从那天起后 他就被撒下的父母领养 现在他居住在 农场和其他孤儿在一起生活 他是听到有人在吵闹 前来发现到他们 他问他们是谁 这两个小孩不能告诉他实情 贾弼已经手握着石头 准备打死他了 只要卡亚发现到他们的身份 就打死他 幸好没有发生这样的剧情 好心的卡亚邀请他们 一起回到农场吃东西 回到农场 我们看到 沙夏的父亲还有母亲 还有这个疯狂的人 杀了他们的女儿 沙夏的父母亲 也没认为他是杀人犯 沙夏的父亲还收留他们 直到他们想离开这里 在这里他们报了虚假的身份 法尔克名叫本 贾弼叫做米亚 他是米亚的哥哥 在这里 贾弼意识到 这里的埃尔迪亚人 有一样的口音 发现 沙夏的父亲的口音 有一点像马来南部的口音 其实沙夏也是有那种口音的 他只是隐藏起来 但贾弼 还是认为他们是恶魔 他们只是在伪装自己 变得有人性 贾弼只知道 自己是个善良的埃尔迪亚人 接下来贾弼内心挣扎的 赤下 沙夏母亲处的食物 因为在之前 他告诉自己 绝不会和恶魔一同吃饭 在他心里 一直记着马来告诉她的话 当沙夏的母亲靠近她时 他反抗地推开她的手 接下来画面来到 青梅到达帕拉底岛 之前艾伦在马来做的事情 被认为是恐怖分子的 青梅冒着很大的危险 要来到这座岛 因为他来这里是有目的的 他要亲眼目睹那个危险 他们建造了 使用冰爆时为燃料的 世界第一架飞机 他要乘坐这架飞机 亲眼目睹到地名的威力 目前吉克和艾伦 关在不同的地方 就是为了不让他们碰面 那么 他们是要试行地名 还是定有计划 在之前 他们知道地名 可以阻止他国攻击帕拉底岛 但他们不太想 使用危险性的方法来阻止 后来几年中 他们尝试了许多方法 和其他国家交流 打算终止一切回归平安 但事情没有那么的顺利 后来艾伦袭击马来 他认为地名是当今需要人 因为没有地名 其他国家将会攻击帕拉底岛 现在的他们知道 地名是必须的 但他们不相信艾伦和吉克 担心他们会说花样 如果艾伦和吉克见面了 艾伦一定会控制所有的艾尔迪亚人 他可以篡改他们的记忆 可以把他们变成巨人 他给做他想做的事情 这就是其中的原因 他们不信任艾伦 但他们已经准备要发动地名 因为秦美来到岛上 已经准备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但他们要怎样实行 他们又不相信艾伦 在上一集我们知道 阿明有说到 他们打算把艾伦喂给可以信任的人 这样他们就可以控制地名 接着汉吉在总部 被一群民众包围 这些民众在这里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释放艾伦 艾伦被捕的消息 是没有公开出来的 为了能强迫他们释放艾伦 弗洛克和一些新兵在人群中 散布谣言 以争取对艾伦的自由 那些民众不明白 为什么身为英雄的艾伦会被关在监狱 而汉吉没有给出任何让他们安心的答案 杨拳校院这个计划真的很聪明 因为会对艾伦的支持继续扩大 那么 军方在没有理由关押艾伦的事情 很难让民众服从 由于民众开始视艾伦为英雄 那么民众是无法接受艾伦被其他人吃掉 弗洛克认为 释放艾伦是正确的 还要让艾伦领导艾尔迪亚人 既把他们关进监狱 因为他们泄露艾伦的消息出去 在胜往弗洛克的时候 汉吉想起沙内斯尝试给他的忠告 那个时候 汉吉的处境和弗洛克一样 他们在与当时的政府斗争 强行进行政治改革 沙内斯受到汉吉和李维的折磨 最终忍受不住说出消息 而这个消息导致西斯特里亚登上王位 然后画面来到监狱 我们看见多年没见到的角色 路易斯 第一集 巨人攻陷内部的时候 路易斯和他母亲在撤离中 这时有个巨人快速地接近他们 如果不是山莉出现 他王者可能会死 山莉毫不费力地杀死这个巨人 年轻的路易斯看到山莉非常崇拜他 因为山莉有如他心目中的英雄 多年后路易斯加入调查兵团 成为新兵 他会加入是因为想接近山莉 在山莉要离开的时候 路易斯做出敬礼给他 这是山莉在路易斯小时候 向他致敬的动作 后来山莉突然头痛 他回去艾伦州绑架放上救了他 山莉不是第一次头痛的 山莉在小时候也有头痛的经历 他回忆起父母的遭遇 关于创伤事件让他在大脑中引起头痛的反应 我们到现在还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后面接下来来到伊莲娜那边 他像其他马来语勇金一样被软禁 会被软禁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极客那边 而且他们相信极客一定还有什么计划 因为语勇金是忠诚极客的 在极客到了岛上后 有必要将他们分开 这居民区距离艾伦的住所仅有数数公里 这意味着在弗洛克帮助下 伊莲娜和艾伦有秘密会谈过 画面来到农场 贾皮和发尔克在打扫 贾皮问发尔克 为什么你不生气极客的背叛 然而发尔克没有对极客的背叛 做出任何的反应 他们目前也做不了任何东西 所以为了等待救援 过了一段时间 卡亚告诉他们 其实他早就知道 贾皮和发尔克是来自马来 但他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不像某人那么敏感 卡亚不根据他们来自那里而判断一个人 后来我们知道贾皮 他被马来西闹到 完全实际判断能力 他一直试图想找理由 证明卡亚所经历的悲伤 都是因为他们不好 是因为他们是恶魔之子 为什么发尔克会喜欢这个女孩 他有什么魅力之处 让他那么喜欢她 在前几期中 法尔克告诉贾皮 为什么艾伦他们会攻击马来 是因为马来先攻击帕拉底岛 贾皮只是顾自己的感受说 那你看到了吗 贾皮会这样是因为马来所造成的 画面来到莱纳那边 他们调查到几个背叛了他们 他们调查到马来技术出现在 地体机动装置 比克知道 多年间伊零娜被派去帕拉底岛 这是几个刻意安排的人选 马加特也提到 几个的权子也没有找到 所以知道几个为了欺骗马来而装死 马加特说 半年以后 世界联军将会对帕拉底岛进攻 莱纳他们觉得太久了 建议立刻骑帕拉底岛 因为趁帕拉底岛还没有准备进攻 是最好时机 以上就是第11集的内容 老实说 我看到贾皮真的有点想一巴掌给他行 他完全被马来给洗脑和失去判断 你们对贾皮这样的人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